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什么病的蛇像 今天咱们顺着腹部向下走一点来说说肾的毛病 肾是先天之本 先说最常见的就是慢性的肾炎 什么症状呢 水肿 这是最明显的 还会有血压升高 再有就觉得头晕比较乏力 腰酸等等 说了这么热闹 还是赶紧看看肾炎的蛇像到底有哪些特点 对肾炎腰要疼的 它蛇在冻吧 好像中医有时候能看一点 但是它真的太冷了 肾炎也多化 多化 肾炎的这个蛇像应该是什么样式 肾炎的特点呢 一个是水肢代谢市场 第二个呢 它就是有的物质在体内存留 是它的蛇像改变的一般成两个特点 慢性肾炎的蛇色是很淡的红色 比淡红色要淡 是一种缺少血色的样子 它蛇体胖大是特点 是这个特点 蛇体的无缘无故的胖大 这个人嘛 应该查一查肾炎情况 慢性肾炎的蛇头是变宽变厚的 伸出来的时候 沾满全口 不过蛇面上没什么水分 蛇脂比较干早期 这个粗糙 它的胎呢 对蛇根部表现 在最靠后的位置 也就是蛇的中后部 主要对应的是肾和膀胱 因此肾病的问题 主要在蛇的根部显示 它前半部的胎比较变化少 白黄啊 后胎啊 或者是黄黑胎 还有灰胎 都会有 都会有 白黄胎 表示的是病情较轻 如果变成了白黄后胎 那就是病情加重了 如果出现了黄黑 或者是灰胎 那就说明病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虽然灰色和黑色的蛇胎 很少会看到 可如果是一个喜欢喝茶 或者爱喝饮料的人 见到自己的蛇胎 变成灰色或者黑色 那不要惊慌 这可不是你有重病的提示啊 喝茶喝胎就出现眼胎啊 就眼胎未主啊 慢性肾小求肾炎症状 腹肿 乏力 腰酸 慢性肾小求肾炎 蛇相药甜 蛇丝蛋或担子 蛇体略大 蛇脂粗糙 蛇根部有白黄或后胎 肾病防治的办法 那你就得提高自己的免疫能力啊 增强体 增强体质 预防感冒啊 减少这个外邪入寝 这个是柜上关键的 如果慢性的肾小求肾炎 进一步发展 那就有得肾病综合症的可能 也就是说除了这个肾本身的问题之外 又会导致身体的平衡出现紊乱 这就是肾病综合症 那得病的人主要呢是浮肿 从脚开始到全身都浮肿 你也没多吃 这就显得比较胖 而且因为啊 这个肠胃 他也跟着水肿了 就不想吃饭 或者说一见到这些呢 就恶心 同时呢 伴有高血压 高血脂等等 这些症状呢都会找上门来 那因为这个病 他比慢性的肾小求肾炎的水肿啊 还要厉害 所以呢 这舌头 他也变得更胖 他的舌相呢 就是最具备两个特点 一个水势过剩 一个是 这个 比较脏的物质 有毒物质在体内存留过多 因为你尿 这个尿 尿里头不能滤过出东西 毒素滤过去 都存在集体内 这症伤 就说症伤 基层太多了 症伤 就相当于人体产生的肺料 如果肺料不能排出了 那负伤 也就是养分 就不能进入 所以人就会生病 在肾病综合症来看 症伤 就是尿液 如果尿液不能正常排出 石像就会有明显的改变 所以一大 齿牙一压破 就出现齿痕 齿痕就非常多 说一个 蛇汪的舌头 很大的蛇 伸出来 有齿痕 你首先要查 要查一下 有尿涨龟 要查一下 这个圣冬 通过舌头能不能看出这个病症 看不出 没有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不了 通过舌头能看出病症 就舌头从舌头上可以看出来 肾病综合症的舌头比慢性肾炎的还要胖大 而且因为舌头过大就会出现齿痕 和慢性肾炎的舌头上 和慢性肾炎正好相反的是肾病综合症的舌头上充满了水分 像是被水泡大的一样 而且颜色暗淡没有光滑 也是以紫色为主 走心肌 斜心肌 恒心肌 它拉力不一样 所以它会出现不均衡线的 突要不停 肾病综合症的舌相表面不平整 这也是一个特点 血内比较脏 所以胎白黄膩 比较污秽 或者是比较有种灰色 灰胎 舌胎是以白黄相间的厚膩胎为主 而且胎上就攀杂着污浊的东西 就像是舌面上烙了一层灰尘 灰胎会变成黑 黑干胎 黑黄干胎 干胎 脱血了 血液爽 等病情加重以后 舌胎也会跟着变成黄黑色 一般注意看舌的干部 如果这种舌胎从湿润变成干燥 这就说明人处于脱水状态 它这个乳头也可以增生 也可以增生 它那个胸脏乳头和这个四状乳头都可以增生 一般可以在舌边或者舌肩部舌胎比较少的地方发现舌乳头突破 肾病综合症症状 全身浮肿 乏力 头晕 核心呕吐 肾病综合症 舌相要点 舌色淡或淡子没有光滑 舌体胖大 有齿痕 且筋液多 舌胎白黄厚腻 而且污秽 舌色淡红或淡子 舌面如头减少 舌肩有刺转物 这是什么病的舌相 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血液系统的疾病 先来说比较常见的那些 就说贫血吧 女同志得这个的相对多 而且症状也简单 就是面色有点苍白 甚至于有一些人连皮肤都是白的 好多人不拿这当回事 还当美事 一白折白丑 但是真得了这个病 精神状态就不是特别好 贫血的人精力没有那么充沛 容易疲倦 还会头晕 记忆力衰退 注意力不集中 如果您恰巧是一个秘书的话 赶紧得把这个病治了 中医不是说了吗 血为气之母 气为血之帅 那气血才是人健康的一个根本 所以呢 要是真的贫血了 该补还是得补补血 贫血就是血压低 通过舌头可以 比如贫血的人啊 他的舌头会有什么变化 是 血发白 发白的 血少以后有淤质现象的淡子 贫血的蛇色要比淡红色还淡 是体内血液有淤质的表现 这个蛇动脉固血不足了 你回流的肯定有问题 那最后呢 这个血有成分不行 那么蛇在体现出的淡红蛇的能力就没有了 蛇体内有尿胖一些 有力不有的尺痕 这个胎没有什么特点 白胎了 不白胎了都可以出现 蛇体的胖大程度和蛇胎的颜色不是判断贫血的重要特征 而蛇乳头的变化就比较主要 蛇面或者两侧乳头有所减少 而蛇尖的乳头却会充血增多 蛇尖对应的正好是新菊 就是在提示新的功能出现了问题 就是蛇尖的乳头 它有点有时候有点充血 有点像草一样的有点充血 如果您看到了自己的蛇尖乳头 冲血增多 但是没有前面其他的贫血的蛇像特点 那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的症状呢 你比方说你挠夜了 好伤心血了 心去的就是长红串的乳头增生了 贫血症状 皮肤脸色苍白 没有精神 乏力 记忆力减退 贫血 蛇像要到点 蛇色蛋或蛋子 蛇面乳头减少 蛇间有次状物 观察贫血的蛇像 主要呢还是要看颜色 您看这蛇头到底有没有什么血色 再加上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症状 基本就能够断定 得的是贫血症 平时呢从饮食上可以调理一下 吃点补血的食品 比如说像鸡肝啊 猪肝啊 海带木耳等等 再有一种血液病也是经常能听到的 就是白血病和再生障碍性的贫血 这两种病都是一种造血功能差 所造成的症状也类似 主要呢就是贫血 容易出血 而且伤口不容易愈合 还有呢就是因为抵抗力低 所以呢容易感染 同时呢还会发烧 因为这个血液病的不同的类型 在蛇像上它表现的呀 差异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咱们把这两种病的蛇像 给它放到一块来说 这样呢帮助您记忆 因为身体里的血液红细胞少 所以蛇子以蛋白为主 它那主要特点呢就是蛇像蛋白 缺血 全是蛋 缺少 蛋白瘦 有的轻一点的 蛋紫 蛋暗 有血少吗 或者暗红 暗紫 不管石色是红还是紫 都是颜色暗沉 并且缺少血色的 看上去缺少精神 乳腾营养干不上了 他说也参差不齐了 什么也就不光滑了 因为血液的减少 不仅是对蛇乳头的营养不均衡 所以有的乳头萎缩了 它有的又增大了 而且蛇面也缺少营养 神体看上去是凹凸不平的 就是温利多 温利多 它这个蛇体有两种改变 一切是瘦薄 那血液供应了 显得非常瘦 瘦 非常薄 薄了 就非常薄了 一般性的血液病 舌体是瘦而且薄的 这也说明舌头的血液供应出现了问题 因为舌头从大变小了 所以原有的正常文理就会显现出来 如果有血液病的人 舌体从瘦薄变成了胖大舌 这并不是好的征兆 而是身体出现了合并症的提示 如果是营养状态 血液循环这个血液供能力减少 血液有效成分减少 这个乳头这个功能就减要 所以它狡化的过程就不一样了 所以它胎就少 或者没有胎呢 在以前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 舌胎的产生和舌粘磨舌乳头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这些地方得不到血液的营养供应 那么自然也就不会产生舌胎了 这个血液病最大一个特点是 容易生疮 生蝎 生疮 生疮 哪块破了就不愈合 所以舌面常常有一些破坏点 它也咬合不正确 一碰就破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像有破坏了 亏痒了 有红痕了 这是挺有特点的 有血液病的人比较容易受伤 在舌头上也是一样的 而且这种伤口不容易愈合 看上去就像溃疡 时间久了 总有血液渗出 又不能愈合 就会出现红痕 白血病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症状 贫血 出血 感染 发热 白血病及再生障碍性贫血 舌相要点 舌色蛋白或蛋紫 舌面不光滑 舌上有破坏火红痕 有个正常人舌头突然变淡了 会变蛋白了 没有问题了 赶快去到医院看医生了 蛋白舌就是一个很特异的警告 所以我们就应该随时关注自己的舌头 只要记住了自己正常舌的样子 才能分辨得出 自己的舌头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改变 才能及时的读取舌头给我们发出的身体密码 用舌来预防疾病 您就正常得首先要看正常舌是什么样 过去没病时自己是要知道 先有个记号脑子里头 你首先就开始第一步 先看看自己舌头 在没病之后那样是什么样 给做个记号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要不然整天照镜子 也不一定就能够记得清楚 所以说还是拿一个照相机 经常的来拍一拍 过一段时间照一张照片 然后给它留着 最后我们整体的 来看一看 做一个前后的对比 就知道我们是朝好的方向 还是朝坏的方向发展了 如果从蛋红变红 或者说更红 怎么着 对情况就不好了 得着色自己的症状 再结合我们这几天讲的 疾病的舌相的特征 来对应着 好好的想一想 大概判断一下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也能够更有针对性不适 医院增多 舌体瘦毛 这是什么病的舌相 咱们呀 再来接着说另外一个病 俗称 甲抗 或者说大脖子病 我小时候呢 班上很多同学都得这个病 它学名呢 叫做甲状腺功能抗进 先来纠正大家一个误区 说这叫得大脖子病 我得离它远点 根本这病就不会传染 因为这种病啊 它是因为这个甲状腺 分泌过多的荷尔蒙 所以导致这个代谢速度啊 就过快了 相应的身体的各种反应都加速了 那么这么着就得了甲抗 抗抗 症状呢 也都跟这个代谢加速啊 有关系 比如说神经会紧张兮兮的 心情烦躁 心跳会加速 失眠等等 甲抗的这种病呢 是内分泌的问题 所以呢 诱因挺多的 像感冒啊 扁导体现炎呢 还有肺炎啊 精神刺激啊 过度疲劳啊 还有点 摄入过多 都有可能引发甲抗 这个病离我们说近不近 那说远呢 又不是特别远 咱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 甲抗的舌相 甲抗啊 大脖子呗 像有舌条 好像有点 粗粗粗吧 舌头发白发黄吧 因为肌能抗进以后呢 它舌色红和红酱 就出现这个颜色了 雪原旋光旺盛啊 功于肌能抗进嘛 舌面呢 很粗壮 舌面膜淡泻 这个过程比较快 重现比较粗壮 从裂纹增多 纹理增多 这个舌体呢 还发而瘦 这就不是因为 其他有一个 一种一种代谢 内分泌引起的 甲抗的舌色 是红色 或者更深的红酱色 而且也因为舌面的代谢速度快 所以舌面比较粗糙 裂纹也比较明显 不过舌面粗糙有裂纹 也不一定就说明有了甲抗 一个有鼻炎的人 也有可能舌面干燥 沾口呼吸 嘴干呗 口干 舌的舌燥 如甲状性功能抗进的人的人的舌苔 比正常的要少 这也和代谢速度快 有很大关系 但是舌苔少的人 也要看是不是和饮食喜好有关系 在看到自己舌脂干燥舌苔少的时候 可以先想一想 是不是有我们说过的问题 如果排除了外界因素影响 那就有必要 再看看舌面上 有没有其他特征出现了 舌面的呼吸 就那个旋状乳头 它变红 变大 肿大 这个和死状乳头不一样 就出现很多呼吸 大呼吸 这个有特点 因为舌苔很少 所以在舌面上 能看到个头比较大的圆点 这就是旋状乳头突出 圆点是红色的 舌前部吧 有时候有点光亮 让我也有点光亮 一点点 这个边上 红图上看得很明显 明显 假抗的舌色 在舌间的部位 有明显的反光 舌边内有时候可以看到 调纹线 有时候调纹线 舌延长的调纹线 在肝胆区 在肝胆区 看到一些调纹线 调纹线 调纹线 就是像血管增生一样的红线 在舌两侧的肝胆区 有时候能看到比较少的调纹线 而且间隔比较大 这不是甲康的主要特征 他们甲康的主要特征 还是在舌色和舌体上 主要舌色 粗道 红 红酱 列纹增多 舌体发尔瘦 这是它的特点 甲庄性功能抗禁症症状 多时 消瘦 胃热 夺汗 心悸 甲庄性功能抗禁症 舌香要点 舌色红或红酱 舌面粗糙 列纹增多 舌体瘦薄 舌色蓝紫或黄域 舌面列纹增多 舌乳头增生 舌下颜色 舌色黄域 舌脉增宽 这是什么病的舌相 最后呢 咱们来说一个 比较概括性的舌相 因为啊 像咱们上腹部 正中偏右的这个地方 哎 这几个脏器啊 挨得都非常的近 而且这症状呢 也相似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一小块的地方的舌相 放在一起来说一说 这个地方呢 比较常见的病 到底有哪些 哎 像这个 虎腐周围癌 胰头癌 胆道癌 胆管癌 都是在这么拳头大小的一个地方 集中出现的 症状呢 就是中上腹 或者是稍微偏右一点的 这个地方疼痛 其他的症状 也和胆道疾病啊 还有这个胰腺癌的 胰腺炎的这症状都差不多 就是恶心啊 呕吐啊 腹泻 还有身体消瘦 您说这个病 它是不是有点不好区分呢 可是最近啊 这几年 得这种消化系统的肿瘤的人 在逐年的增多 所以我们觉得 还是有必要啊 让大家认识一下 这类疾病的蛇像特点 肯定跟咱们那自然的 舌头的颜色不一样了 蛇胎应该是重吧 恶心 恶酷 这个状状是什么 因为有些病嘛 它们有非常大的特异性 比如说 呼呼周癌 胰头癌 胆道癌 胆管癌 它呢 都在这个 都局限在一个 这个局部的部位 这个部位呢 分离得非常近 也就是一个船头 还没有一个手船那么大的 这个组织在一起 它互相连接 所以它应该是 观察摄像 它一起来观察 比较合理一些 因为这类疾病的 发病位置比较集中 所以摄像特点 也比较相似 这个摄像所要特点的 就是蓝子蛇 或者黄鱼蛇 就是这个黄鱼蛇就用了 黄鱼蛇 蛇色黄鱼 就像黄鱼蛇 蓝紫蛇 就是一种 紫色蛇和蓝色蛇的 复合蛇色 但是颜色 更偏向于蓝色 一般的 这类疾病的人 都有黄胆 所以能看到 比较少见的黄鱼蛇 黄鱼蛇 是一种 红黄相间的蛇色 如果蛇面看不明显 可以看蛇下 这摄像病人都有黄胆 就是把蛇子翘起来 一看 蛇下是黄的 蛇下是黄的 蛇面是发蓝紫的 这就有特点了 这个蛇下 看这个蛇 那就并不清了 确实有病了 一般人不会出现这个病 不会出现这个蛇色的 不过看蛇的两边 蓝紫色和黄鱼色就更明显一些 因为蛇两边对应的就是肝胆 而且这个病非常特殊的一点 就是能在蛇面看到比较少见的病理蛇纹 他的蓝纹可能可能出现就是导草纹了 花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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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蓝纹了 这个蓝纹就不一样了 就是咱们说病理 病理文 这些人神就出现了 他出现导草纹 这个或者是花陀这种蓝纹 在蛇前面 蛇前渠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边出现这种蓝纹 蛇前渠出现这种蓝纹里 这种病在熟悉的时候 只是蛇纹显现的比较清楚 在病情加重后 蛇面上被纹里分成了一块一块的 像小岛一样 就是岛状纹 也有可能蛇前渠看到花朵纹 形状像花瓣 蛇面肯定是平的 那是不平的 病经常 蛇的循环改变 一个供养改变 太黄粒 黄白 灰纹白 灰纹白 灰胎都可以出现 蛇面因为营养的不均衡 所以看上去会凹凸不平 瓶 蛇胎 蛇胎是以黄粒胎为主 就像是在蛇面上打了一层黄色的膩子 当然也有可能出现黄白相间的蛇胎 甚至灰色的蛇胎 看到是母头有紫色的乳主 有这个非常暗紫的母头出现 嗯 可以注意看蛇的两边和蛇前区 能看到蛇乳头增生略微突出蛇面 而且颜色是暗紫色 蛇下的是黄鱼蛇的 蛇脉是饱满的 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也可以出现 接近3.3个毫米大那么粗的蛇脉 嗯 就是它就是在胆道病 纯胆道疾病的肿瘤 可以出现这个 蛇下除了能够看到黄鱼色的蛇体 还能看到蛇下两根静脉明显变粗 一般正常的蛇脉是在两毫米左右 也就是普通耳机线那么粗 最粗也不会超过2.7毫米 这种疾病的蛇脉 最粗的能达到3.3毫米 也就是比普通的圆珠笔芯还要粗 它还可以出现的像浴板浴点调纹线 在蛇两侧的肝胆区 也能看到浴板浴点和调纹线 这些都说明肝胆系统出现了问题 可是如果一个身体没有症状的人 也在蛇下看到两根静脉增宽 而且颜色变暗 那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喝多饮酒过多伤了肝脾了 那个温热内润 你就不但要产生黄白胎 你要是喝酒喝的日久了 就是过量日久了 那蛇边的红丝 而且产生了很多红丝 干燥的红丝 而且蛇下静脉 就发生颜色改变了 胆道一线或腹腹部合并症症状 中上腹或右上腹疼痛 颗心呕吐 腹泻消瘦 胆道一线或腹腹部合并症 蛇将要点 蛇色蓝紫或黄鱼 蛇面裂纹增多 蛇乳头增生 蛇下颜色黄鱼 蛇脉增宽 最后呢 还是那句话 舌头是人体唯一外露的内脏器官 也是人体健康的一面镜子 时常的来照着这面镜子 我们呢 就能把健康留在身边 把疾病给它踢得很远 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关注自己的舌相 就能有 如果有病就会早知道 有病呢 就能够早预防 自己才是身体最好的医生 世界东任丸剂轻易被攻克 网络大肆宣传药道病除 数千元药品实则价值低廉 经济发言本期请您关注 可怕的假药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朝东主持的 主持的城市 明天晚上19点50分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